今天的AT国股推介是联想集团992 选择原因是港股昨天曾经升超过300点 但面对多个利淡因素 暂时只能视为技术反弹 要留意反弹的力度 短期应时策略方面 博反弹的可以选择盈利表现出众 受惠疫情的联想 联想2022财年的上半年 即今年的4至9月 盈利债岸年增长8.7 去到9亿8千万美元 创了历史新高 单计财年的第二季 即7至9月 联想盈利是按年增长6.5 去到5亿1千万美元 好过市场预期 公司昨天收报9.07 升6% 突破下降轨 策略上建议在8.5附近吸納 目标是上网10元 跌穿7.7就要减持